中了陷阱 狀態會處於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很有可能將軍擊倒你的對手 你的刺拳其實是你的誘餌 觀察到對手有這個模式 他就可以利用這種模式 來去設置陷阱 這個狀況 你其實想法上面就已經領先了他兩步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尼克辛拳級的頻道 這是我學生安傑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什麼是設置陷阱 以及你要如何去設置陷阱 也會分享 怎麼用刺拳 去設置陷阱 反擊對方的反擊拳 引誘對方反擊 我們在反擊對手的反反擊拳 我們處理反擊對手的反擊 教你怎麼用刺拳去做 那影片的最後也會帶一個 這個刺拳反擊的變化式 這個變化造成的打擊可以 很有效的重創對手 甚至是擊倒對手 所以請記得看到 影片的最後才不會錯過這個變化 那我們現在先講 什麼是設置呢 什麼是設置 setup 那其實設置陷阱呢 用意就在於 讓我們想要打擊的地方 產生出空檔 然後我們再去做很乾淨有效的打擊 這個是我們設置陷阱的目的 那簡單來說呢 其實就是你主動去 讓對手 判斷失誤 造成空檔 我們就可以做出很乾淨命中的有效打擊 這是我們設置陷阱的 用意跟目的 比如說在對打的時候 這樣在回合的時候 我可能 很長時候會用刺拳去 打擊對方的身體 那我在 常常做這個攻擊的時候 我的用意是什麼 我的用意就是要讓他手 稍微掉下來 去處理我的攻擊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做一個設置的動作 比如說我常常會做 他現在是照著我想要 他去做的模式去做 那這時候 習慣他手習慣掉下來 處理我前手的時候 我就可以設置一個陷阱 這時候我就可以設置陷阱 假的 真的 去打擊他的空檔 那這個就是我們設置陷阱的用意跟目的 創造空檔 去扔出我們有效的打擊 打擊在對方沒有防守的 位置 那簡單來說其實就是 讓對手 照著我要他去做的模式 去走 那這樣我才可以設置 假的跟真的攻擊 設置陷阱在裡面 可以造成有效打擊 那我們要怎麼用刺拳 去 設置反擊呢 用刺拳去 反擊對手的反擊呢 那相對來說 你要設置這種反擊 首先你必須先 創造一個反擊 創造對手會反擊的引誘 才能反擊對手嘛 比如說很多時候 對手在處理刺拳的時候 很常時候會用這種方式 撥掉再還一顆的方式 去處理對手 會用這種方式 去處理 這個很常時候我們刺拳 反擊的模式 很多人會使用這種方式 來做反擊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假設 假如我們在打的時候 我很常會看到他 會做出這種反擊 我丟一顆 他還我一顆刺拳 我丟一顆他還我一顆刺拳 在攻擊的過程中 很常會出現這種 模式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知道 我丟的時候 他的自然 處理我刺拳的自然反應 就是 還我一顆刺拳 那我可以知道 這個是他自然反擊的模式 如果有經驗一點的選手 他就會觀察到 對手有這個模式 他就可以利用這種模式 來去 設置陷阱 在很多時候 在丟的時候 他會還我一顆嘛 然後我擋住 他常常會這樣做 所以這時候 就可以用閃躲來設置他 我丟出去 他反擊的時候 做一個右邊的閃躲 設置一個攻擊 最後 回他一個右拳 打擊在他 沒有意料的 空檔裡面 像是這樣 還做 他很常會還我嘛 這時候我就可以設置 打散他 去抓他這一拍的空檔 去做打擊 在他反擊的時候 處理他的反擊 同時做一個反擊 我每次出 他自然反應會去用前手 反擊我 那這時候 這一次我就可以設置 打散他 去打擊 他空檔的位置 那這個 就是一個設置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狀況下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用你的 刺拳 去騙他 去騙對手 所以你的刺拳其實是你的右耳 丟出去 坐在他手套上面 他做的時候 還我一顆 還我一顆 這一次 我就可以騙 發散他 之後打中了 就可以再跟連擊 再挖進去 就可以很有效的 造成打擊 那其實在這個狀態之下 重點就是要用你的前手 去騙 這個狀況 你其實想法上面就已經領先他兩步了 第一步 我創造一個反擊的機會 我丟出一個右耳 他做反擊 我再處理他的反擊 第二步 兩步上面的領先 然後打拳其實就跟下棋很像 你要去 讀對手的模式 你要去 判斷他會怎麼做 根據他的模式 再去想你下一步要怎麼處理對手 那如果你 設置了 他中了陷阱 那相對來說 他的狀態會處於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那甚至很有可能 將軍 擊倒你的對手 所以這個陷阱的設置在拳擊 的比賽或是對打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是 一出 一出就做 一出就做 你是要經過鋪陳 你設置的陷阱 是要經過鋪陳 你要引誘對手 你才能 出其福意 打出他 沒有意料的 拳 他才會沒有看見 那通常沒有看見的拳是最恐怖的 通常我們假如做到了這個陷阱 他中了陷阱以後 這個狀況我們沒辦法持續很多次 因為 對手也 不是笨蛋 他也會觀察你 他會讀你的模式 那他也會知道 同樣的陷阱他不會 他中第2次好了 他不可能中第3次第4次 那這時候 他可能會改變一下他的處理方式 比如說他可能會改變 變成說我丟刺拳他抓我反擊的時候 會用右邊的三度 加一個Light 去反擊我 像是這樣 這樣去反擊我 去反擊我 那在他改變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有一個相對應的變化 可以去處理他的反擊 這個很有效可以重創對手 殺傷力破壞力很強的變化是什麼呢 如果 看到這邊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請先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部影片 有什麼問題都影片下面歡迎留言 記得幫我頻道按個讚 那當他改變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相對應的 變化去處理 他的改變 也就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銀擊 去處理他的反擊 那銀擊是什麼 也就是說在他反擊的時候 跟他同一拍 做攻擊 我可以示範一次 比如說現在他改變方式 這抓我反擊會用右邊的閃躲 反擊 第三次我就可以設置了 因為我知道他會往右邊閃 我一樣可以丟出個右耳 在他閃的時候用銀擊來設置他反擊的時候 同時換一顆進去 這個 打擊到威力非常恐怖 因為 他往右閃的時候 起來 剛好往我的拳頭撞進去 兩個 往前移動的物體撞在一起 兩台火車相撞 那產生的破壞力會非常可怕 很有效的可以重創對手 甚至是擊倒對手 都有可能 我可以 去讀他的模式 第三個 去 抓這一拍的攻擊 那記得你在做銀擊的時候 你的頭要稍微偏離掉 中間這條線 去做打擊 不然 你不偏離的話 一樣 會變成跟對手換拳的狀況 對手會同時也 一樣擊擊中到你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 那其實這就是設置 重點就是你要去 判斷你的對手 讀他的模式 他處理你攻擊模式是怎麼樣 那當然不是說 你就是照著我這個方式去做 因為 每個人 的打法 每個人習慣做的攻擊 習慣處理的反擊 都不一樣 所以 其實這邊只是告訴你一個觀念 那你這個觀念要去活用在 每一種情況上面 一樣 你可以先去用刺拳去試探對手 先看他怎麼處理你的模式 先看他 習慣用什麼方式去處理你的攻擊 然後再做你之後相對應的打擊 跟變化 所以觀念告訴你 那其實 變化 是你自己要去活用的 因為我沒辦法在 一部影片告訴你 全部的東西 希望你能盡量吸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不要忘記幫我影片按個讚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 掰掰